我们的初衷是为增进爱猫群众对相对猫咪的熟悉度 想要建立更好的人猫互动关系 在技术上讲不是很难 因为代码都不难理解 主要是过程比较繁琐 会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 早在产生做小猫咪图件这个想法之前 我就已经接触到了小程序了 在我们图书馆借了两本关于微信小程序的书 学习了一下基本知识 其实麻烦还挺多的 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找到合适的服务器存储图片 作为工艺组织猫系的会费比较紧张 所以我不想花协会的钱 用的服务器都是免费的 直到今天小程序活了后 因为用小程序的人实在太多 导致教学网崩溃 为了不影响到大家的正常学习 我及时暂停了小程序的服务 现在在热心爱猫人士的帮助下 我换了阿花李云的服务器 就不会影响到教学网了 自小程序诞生以来 反响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比如有同学觉得猫咪之间的关系很有趣 我加了一个关系说明 并配上跳转链接 又有同学提出出道猫咪的文字和图片 声音也是一种呈现猫咪的方式 正好声音资源在猫鞋当群里是非常丰富的 我又开始搜集音频 然后听见了图件 我们协会是成立于2006年 然后主要的工作是和平减少校内的流浪猫的数量 并且给校内现有的流浪猫提供一个更好的生存条件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 北大不是流浪猫的天长 因为以前也有一些宣传的比较好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认为 北大是一个很好的适合流浪猫生存的环境 然后就会有一部分人 遗弃流浪猫的时候专门扔到北大里来 这个行为也是让我们很难受 因为一是遗弃这种行为本身就 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如果真的是不想继续养这个动物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找一个更好的主持 这样才是对他输责的表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